今天确实意外 包括连蔡总都说意外中的意外 非常意外 大家以为会一直观望等到NVIDIA 财报公布了之后 要涨再来涨吗 确定了再来涨 没有想到提前发动 提前发动对台股而言 到底是后续会趁胜追击呢 还是跑太快 会稍微踩煞车呢 各位怎么看 请举牌 好 我看到 来来来 趁胜追击的有四票 现哥说会踩一下刹车 对 我觉得 台股店长线是一定看好了 因为上次我记得 那个悔甸有问我说 什么时候上车 我说你既然这车是往高雄开的 你随手就可以上车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千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五 这是绝对的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但是他每一次都是 长了以后就休息几天 长了以后休息几天 这样清洗服务 所以他都没有服务 所以你看 因为都是七十八八八十八 多个人 台湾都二十八而已 所以台积电 他的筹码非常稳定 但是他不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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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台积电 最主要是黄仁新那句话 他说回答仰望台积电 用仰望伟人 回答会仰望台积电 你想想看 这句话 不得了 大家说台积电 全世界半导体技术第一名 这没话说 糟糕 那我们也仰望台积电 因为好像追不到 所以台积电股价 我们等会再来解 来问一下坚勋 因为这是一股内资力量 所推升的大涨行情 对 那外资看到 哇内资疯狂涌进 好像自己卖错了 又回头来买 问一下 你有那么多朋友在投信 对 我们今天有 他们有接到电话吗 有一个梗图 就是说无忌 记得那些跟你说520之后会变盘的人 有没有 就是大家会觉得520大家都会想说应该要变盘 就没想到520之后一度逆势创新高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必须要追部位 就是无脑追没有办法 就必须要这样子 所以你的朋友们那些超谈基金经理人 现在只得无脑追 是在追的 那原因是因为除了灰达的财报 可能公布出来之后 也许会震荡 但是台湾的Computex在5月底6月初准备要来了 黄振勋要来了 苏之锋要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又会有另外一波的AI旋风 就只是说 对 就是我刚才举圈不是说一路往上冲 而是说这波上冲下起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AI该抢的 AI该补涨的 AI该有的明星 你是鼓励投资人稍微勇敢一点吗 对要勇敢一点 勇敢而且勇敢一点 不对AI这个事情要勇敢 那同时也要勇敢出去 勇敢要勇敢 因为看到这个位置真的是好高 来大事 刚刚谈到台积电 我们先讲台积电好不好 等会再来看大盘 因为大家说 今天公告台积电就贡献200点 我们来看台积电公告收在864 最高层也来到865 我们来看到盘中的走势以及日K线 稍微整理几天又上去了 又创新高了 台积电就贡献200点 对因为他最主要是 我们要不要也仰望一下 对他最主要是说 赖总总刚就职 那赖总总高点是 那个21515 所以一定要过那个21515 所以今天盘中那时候 硬把它过了这个高点 一定要过21515的蔡总统高点 因为我这样 我这个赖总统 还有一些高点可预期 不可能说你那天高点完以后 我就一路在那边跌了四天 所以今天我是认为台积电是 有意把它过高点完以后 让大盘也过高点 那其一的股票 这是科医人为作价 对对对 就是说我是一个新的政府开始 这是我对于他的前世 而且有G1 今天晚上回答 所以这是 这是起名字的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台积电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初生段 涨完以后回到516 那那一天大概在那个856 这个我这小波 把它当做主生段 那他今天又高点 那我们上次有讲用EVA算 台积电大概今年的经济附加价值 大概在886 那今天已经865了 盘中大概高点 所以大概离我们今年 预测的这个经济附加价值 886也大概靠近 那大盘要不要过另外一个高点 就靠台积电 那大盘一路这样上来以后 我们认为 目前大概有两个点 就是说从12682开始起算 那如果说 他最好的两倍环金切割率 我们上次有讲 就是说25258 是这一波最大满足 那其中他还有一个 所谓的测量等无垂直计 因为我们30年前的高点是 那个12682 低点是2485 那这样测量等无垂直计大概是10197 那10197加这个12629 大概答案就是我们的20628 那个826 那就是826 对不起 22826 22826 就是万一21了以后 现在222嘛 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已经到2156多了嘛 所以大概我们刚才讲的 就中间你会不会到最高的满足点 25826 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2282 那你看会到吗 在这个上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AKD还是回到那边 大概已经是在95 上次 因为上次会回的话 也是因为AKD盘中到95 就回了 所以不会一次上去吧 目前看他到明天 明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回答的利多 是不是把它当作利多 出境或是另外一个波段 那像我个人的话 我是先持引保态 就是说我一段就不赚了啦 就是给大家 所以你现在的策略是要卖股票啊 大概是先落袋 因为我老婆 先落袋啦 我老婆说 所以你刚举圈耶 对 可是回来以后 还是要回来买啊 几千是说 你老婆跟你老婆有什么关系 没有 因为一般我很听老婆 老婆说要落袋 她要分钱 所以我就把持引保态 老婆说要分钱 老婆是你的股东就对了 对对对 老婆要分钱 所以我大部分说要卖股票啊 对对 我在520的时候 我就持引保态 把他落袋 那今天看到大涨三百多点 会不会不准 没有 股票市场不可能卖到最高啦 我们要看说 我有买到台积电 有赚钱 你不要说 他在高点 可是他刚才那个 姓哥有讲嘛 就说 其实他回来以后 就可以马上买回来 就是说 今天大家都 有一个共同心理 今天怎么会涨那么强 对 很意外 对对 意外 可是我们就 在这个行为 因为美股没奖 雅股没奖 就我们在大涨啊 所以我就是说 刻意让这个盘 创历史新高 刻意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 新人新气象 对对对 所以我一般来讲 卖到高点 他再更高 不会有什么可惜啦 就是我对大盘看 说还有空间 可是你就吃饮饱 这个盘是起面子的 老婆要卖 还有前妻要卖 也很危险 还有国具啊 一千三百块 前妻卖 卖到三四百块 老婆要卖 前妻要卖都会影响 对对都影响他 就会影响到策略和股价 但我们回来讲 我们还是回来讲一下台积电 来 憲哥台积电 刚刚特别谈到 这个盘克力是做面子的 对 如果是真的要做面子 一定要起台积电 对不对 起台积电最快 对台积电他目前来讲 有三大利多 第一个利多就EVV 那EVV他其实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就七奈米就采用 那时候 看二零一九年的一台EVV台币是超过一亿多 有九个贵的贵 所以说三星也没买 他们也别说了 他们也别说了 白不名次也别说了 那以前都是台积电跟三星 他们两个都是艾斯摩尔的交通嘛 所以台积电就把它那一年 二零一九年二零二二年疫情 把所有的产能全部包走了 我记得一回买多少 买九十几台 他差不多一个月可以出差不多三五台 一年最多六十台而已 差不多整年都被保留了 所以他的EVV在从那个开始 他在占全世界二零一九年 他的基台占所有的EVV的四十二趴 二零二零年增加到五十趴 二零二十四年的现在 包括三星EVV都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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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还五十六趴 那你说你拿着 但是产能就不得了了 他从二零一九年到现在 因为他七奈米五奈米一直用EVV 他的一个产能增加三十倍 产能增加三十倍 他的基台才增加十倍 他产能增加三十倍 所以说他全世界现在没人拼 他会贏 要说基台基台我比你得更多 要說產能的技術的提升 我比你更厲害 怎麼說 他厲害到什麼程度 他把那個EUV改善到 他的壽命可以增加四倍 本來你可能用兩年的派 他可以用八年 所以他的成本cost down 第二個他光照的產能增加4.5倍 第二個光照的缺陷減少80% 另外功耗 因為台灣缺電缺水 所以功耗他可以減少24% 他估計從2024年到2030年 他EUV的產能還要再增加1.5倍 這是他第一個利多 第二個利多就兩岸的所謂地緣風險 美國政府就直接去找艾斯莫 去找台積電 他如果中共真的有一天換台的話 那我要把台積電炸掉 艾斯莫說不用 你不用給他炸 我可以遠端遙控 讓他的EUV整個沒辦法生產 怕死啊 遠端遙控 對啊 美國嚇一嚇死 怎麼說你知道 我可以遠端遙控新竹科學園區 我可以遠端美國啊 你美國的EUV可以讓他停止 要死大家都死啊 你美國只在浪告消架 對不對 要死大家都死啊 你也一樣拿不到 你不要因為說台灣沒生產 你美國就會生產 我日本也可以跟你遠端遙控啊 這樣下去台海就安全了 我覺得台海的地緣風險會降低很多 因為阿公來台灣 他就主要要台積電而已 不然你記得台灣你有什麼好費 對不對 徐娘半老又不是那個青春美貌 你就剩下台積電而已嘛 我們現在有AIPC啊 我們現在加入文軟團隊啊 那也是台積電奉獻出來的 所有功勞都在台積電啊 這是第二個利多 第三個利多就是 他的對手太弱了 三星現在是利空不斷 他現在還換人對不對 高級主管換人 那最主要就是三星 他的在第二代的三奈米 他的良力竟然只有20% 也就做10顆裡面 有8顆都壞掉 那明年的25年的三星手機 他用的處理器2500的 他目前來講 是用他第二代的一個三奈米去 他去生產的 問題是你如果 良力只有20% 是做一顆賠兩顆啊 那沒人要買啦 所以說他三星就大條了 另外三星現在 台積電的第一代的 他的良力是多少 55% 但是他的三奈米的第二代良力 應該是將近80% 剛才跟三星電動翻 三星他的良力20% 台積電良力80% 對 20%你免走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裡有很多專家 20%免走 那個成本 沒做到沒事情 多加困到沒 越做越料 做越多了越多 所以說三星就沒有競爭力了 我們包括Invidia 他本來要唱Invidia的 你知道嗎 因為Invidia他在二零二 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他的GPU 他是給三星去生產 但生產出來不好 所以現在Invidia 所有的A100 H100 他的GPU 這地表最強的一個晶片 還有他的消費級的40系統的 全部都由台積電 他台積電來生產 也就是說如果這樣的話 連現在谷歌 谷歌明年他要有智慧型手機 太早台積電了 所以現在台積電打破 打敗天下有第一手 所以不怪你看 所以台積電你看在台灣的籌碼不到20% 那不到20% 外面再加上 我們政府基金持有等等 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股本那麼大 他的籌碼非常小 所以說政府如果要起來就要起來 這是比如說籌碼其實不多 叫他站起來 他就站起來 因為都在政府和外資的手上 對對對 外資七八八 無三會上 所以說理論上來講 台積電就是未來有 好 我們要來投一下票 來看一下台積電的瑞克線 我們來看瑞克線 現在到底我要不要等呢 因為每一次想等他壓回 他也沒什麼壓回 我們來看台積電 拉上來 他就說不要追不要追 等他壓回 有壓回嗎沒有 他頂多是整理 然後上來之後 有壓回嗎沒有壓回 他頂多是整理的上去 所以會不會越等越高 還是真的要再等等 等壓回再買 認為壓回再買請給差 認為有可能越等越高 乾脆追了啦 不管他穿穿再買下去 請給圈 請舉牌 現在台積電在今天收盤的股價 是八六四 來 要不要等 來 有兩票說等一等 那穿穿再拉下去是三票 來 為什麼要穿穿再拉下去 八六四不是很高嗎 因為看這個氣勢 應該是 好像沒什麼壓回的幅度 他這一波可能會到九百多了 先到九百多 但市場都含一千 那九百多的時候 也許買月貴 九百二十五 九百五 類似這樣的價位 他才會真的停下來 好 來 大師你也是舉圈 對 我都是 你明明就是 你這樣子口閒體重值 沒有沒有 這個不一樣 你明明舉圈 然後你又老婆叫我賣 我給他賣 沒有 我是賣完以後 他只要得兩天 不管什麼價格 我就會去買 所以像氣連的話 我不是 只是為了分紅給老婆 聽不懂 賣只是為了要分紅給老婆 那有可能你追 你有可能賣在八六四 八六五 然後再追八六四 八六五回來 沒有 我不會這樣 大概有差一個距離 就是說 他假設說漲到更高了 九百塊 他只要拉回兩天 雖然說拉回的價錢 那我只問 八六五這個價錢 你會不會買 我這幾天是在休息 在看他 因為我都是跌兩天 我才會去買 所以他不跌有沒有 他現在不是在那邊 他如果不跌就上去了 對 上去就上去 因為看那麼久 他會跌的話很快 那我是認為這一次的盤是 刻意讓他把大盤串新高 所以明天過完以後 他短線也可以拉完 因為民主有做到就好了 對對對 所以你看到他的走勢圖 其實我一路來 上次 那我覺得你應該舉差 你是要等等的意思 可是我就是剛才講 等兩天 不知道幾天 可是一般來講 我大概以前 我大概都會賣到最後 不賣 這一次因為我太太一起講說 你全部把它清掉 我們算一下 所以你這次是清掉 全部清掉 以後他又清掉 對那你乾脆跟你太太拆火 所以來講話 太干擾了 真的 照大師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照他的說法 他實際是舉差 對對對 他其實舉差 還有進訓的舉差 對不對 對啊 這個好獵人要會學習等待 真的嗎 可是越等越貴 會不會 沒有啦 我覺得 你看有人從六百塊一路 等到現在還沒買 你知道嗎 他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你知道我對於台積電 我是長線非常看好的 我記得前幾個月 如果坐在憲哥旁邊 我就坐在憲哥旁邊 那個位置 我就那時候就 七百貴塊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說一千塊 外資是這樣看的 一千塊會來 對我持續 三月份這樣看 四月份五月份 我都是這樣看 因為他是全 台灣全地表最便宜的 AI股票 全地表最便宜的AI 對啊 你所有的AI PC AI手機 你就是要用台積電的晶片 你才會有好的performance 那他的本益比落後 這些品牌廠 這些手機廠 這些NVIDIA 那不要等啦 合理嗎 你幹嘛還要等 帶著鋼盔 但是我們要 畢竟這個大牛股 乖離 短線乖離有點大 我是覺得不用那麼急 我就是要用台積電的晶片 我可以用台積電的晶片 我可以用台積電的晶片